好 现在是网络天空了 为大家设定客手式PK3软体 在Windows7下的设置办法 那我们这个步骤就往下看 首先呢 我们要关闭这个 这个防毒的软体 我们要关闭防毒软体 那我们看看右下角这个地方 我们作业系统这边有一个 这个小红闪防毒软体已经关闭掉了 然后呢 再来我们将客手式PK3 所附赠的白色的USB线 连接到我们主机板后面的USB孔 那如果你是桌上型电脑 尽量不要用前面的USB孔 避免抓不到 好 那我们连接完毕之后呢 我们还要必须把这个 喇叭 耳机 麦克风 全部改插到这个新的音效卡 就是我们PK3音效卡后面的插孔 那也就是说我们旧的音效卡 那暂时就不用它了 如果你把这个喇叭耳机 麦克风插回原来原本的音效卡 就是音效卡 那应该是没有声音才对 如果有声音 那就是不对了 那就是你可能是USB线没插好 或必须要重新开机 那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把这个PK3插上去之后 看到在控制台这边的装置管理员 我们进去装置管理员 我们看看 这边有个这个音效 视线及游戏控制器 这是在我们还没有安装之前 我们看到的 我们已经把这个PK3插上去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PK3 这个已经自动抓到了 如果你出现这样 那就是对了 那前面那一个 前面那一个是我们把它停用掉 那是旧的音效卡 那新的音效卡的驱动程式呢 这个Windows 7 自己已经抓到 XOXPK3 这整个是在还没有安装 这个我们这个机架软体程式之前 看到的情况是像这样子 如果你不是看到这样 就是没有XOXPK3 那就不对了 那现在有看到 那就是对的 有抓得到 那我们这个是还没有 那我们看右下角这个喇叭 我们按播放 我们看 这个是还没有安装之前 我们看到播放的地方 它是XOXPK3 是它预设装置 那在录制的部分 声音录制的部分 它是用线录 XOXPK3线录 它预设装置是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次强调 这是还在没有安装 持续用程式之前 我们看到的情况 必须要像这样子 再来我们要看看 我们的Windows 7系统 是六四位元的吗 如果六四六四位元 那就比较麻烦 我们按左下角 按开始 按控制台 一样按控制台 我们进行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系统 这个 这边有一个 这个 我们看上一页 这边有一个系统 及安全性 系统安全性 我们点选系统 及安全性 然后这边有个 检视RAM大小 及处理器的速度 我们点选这个部分 好 那点选系统的这个部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看到这边有系统类型 它是六四位元作业系统 那如果你看到是六四位元作业系统 那就 不一样了 那就是以后你每次都要重新开机 都要按F8 在进入作业系统之前 你要按F8 那F8你会看到像左下角 这边有个进阶开机选项 你要按好几次 F8之后 进去就选择停用驱动 程式强制签章 导处第二个这个选项 你必须要选这个 然后再正常的进入这个 我们的Windows 7 当然是在六四位元 你才需要这样 如果三十二位元 你就不用按F8 如果是六四位元 你一定要按F8 以后我们安装整个软体 机架软体成功之后 每次你开机要执行它 让你模式的时候 你都要按F8 然后选择停用驱动 程式强制签章 停用它 这样我们才能够顺利的 这个使用我们的机架 如果不选这个部分 我们就没办法 当然了 如果你是Windows 7 三十二位元 就不用管这些部分 那假使我们现在已经重新开机了 也已经选择 停用强制签章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三个步骤 要执行这个 这个CD里面的内容 那CD里面有个 PK3音效考驱动程式 我们看右边这边 这边就是CD的内容 那CD的内容呢 我们看到好几项 我们点选这个 PK3音效考驱动程式 进入之后 我们看到有三个 这个执行档 一个是Windows 32 一个64 一个XP 好 那我们 我们这个选择呢 这个这个 先因为我们是六四位元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Windows 764 好 点选它 好 点选它之后 我们点选两下 那当然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那我们就问你说 无法验证只驱动程式 你要执行它吗 那我们就 能难继续安装这个 驱动软体 能难安装 然后这样 它执行一阵子 我们看到这个 黑白视窗里面的最后面 它写的PLPLAY.INF 已经成功了 第二次它再问你说 是不是要验证 这个发行者 你就一样 无法验证没关系 一样继续的 我们继续的安装 这个驱动程式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 这个Driver install已经成功了 我们可以看到英文这样写的 那第二个呢 是XOX的Record的INF 第一个是PLAY的INF 我们已经成功了 好 那我们现在点选 能难继续 安装这驱动程式 那这时候 XOXRecord.INF 就会继续安装 好 我再录音等我一下 好 那点选自动开安装之后呢 我们第四步要停止使用 旧的音效卡 改用新的音效卡 我们点选左下角开始 然后呢 到这控制台 到控制台 这边有一个 这个控制台里面 有个这个硬体和音效 我们点选硬体和音效 好 进行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装 右上角有个装置管理员 装置硬脚机里面有个装置管理员 我们点击进去 我们看到呢 这个装置管理员里面有好几个选项 其中有个叫 音效 音效视讯及游戏控制器 这个用我们把它打开 第一个呢 是我们旧的音效卡 我们已经停用它了 所以我们在最前面 有个箭头往下 小小黑色的 那表示我们停用了旧的音效卡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下面有三个 XOX的这个Driver 这个第一个XOXPK3 这是我们之前呢 Windows7自己安装的 自己抓到的 那后面这两个呢 这个是这个 我们就 这两个是后面我们安装的 然后如果你是多的 如果一个以上的话 我们就要解除安装 总之呢 你这三个一定要 各有一个Play 一个Breaker 不可以有两个Play 两个Reaker 一定是各一个 PK3 Play跟Reaker 各一个而已 就要像我们打这个红色三个GoGo一样 只能够各有一个 不可以有两个三个 有两个三个多 要这个解除安装才对 按右键解除安装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要做下面设定 然后我们就要指定的声音 及音讯装置的这个预设 预设它 我们按这个 右下角的喇叭 小喇叭 按滑鼠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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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播放装置 按滑鼠右键 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选它之后 看到像这样 在声音的形象 有播放录制 音效跟通讯 那现在呢 在播放部分是 XOS PK3 那我们必须要把它设成 XOS Play 所以我们就按滑鼠右键 设成预设的装置 然后第二次呢 我们同样在这个地方 要设成预设的通讯装置 也就是说 按两次 要设定两次 大家特别注意 第一次我们设定成 预设的装置 已经设定好了 就呈现这样 第二次 我们再同样这边 再设成预设的通讯装置 再按一次 那两次之后呢 我们的XOS Play 就变成我们的真正的预设装置了 就像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 看清楚哦 这个地方要设定两次 好 那这个勾勾就 到这边 然后再来我们看 路质 路质的部分 它现在是设定的这个 这个线路 线路的部分 那线路部分 不是这个 我们要进去它的这个 按滑鼠右键按内容 要进去它线路的等级 我们进去看看这种内容 内容的等级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差不多这边有个这个 线路的这个音量 我们要把它调到最小 就是0 大家注意 一定要调到最小 0 然后再来 我们要进去这个 进阶的部分 进阶的部分 这边有很多这个 预设的格式 我们要选择这个 dbd的音值 就是48000赫兹 最后一个 好 那选择完之后呢 整个看一下 这个是在录制的部分呢 我们在这个线路的内容部分 必须要做这个 音量最小 而且要这个 要选择这个 进阶 要选择dvd音值 好 那这样我们进行完毕 接下来我们 同样在录制的画面呢 要点选右键 xox record record的部分呢 要设成预设的装置 好 点选第一次 好第一次点选 像这样子 然后 同样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选择第二次 设定成预设的通讯装置 好 第二次设成预设的通讯装置 大家要特别注意 要设成两次 好 刚刚跟那个播放一样 两次 两次之后就看 像现在这种情况 这个画面上做展现的 就是正确的设定方式 好 我们看一下 录制跟播放的 各别要设置的 像这样子的情况 像这样的情况 就表示成功了 好 没有问题了 好 好 我们按决定 然后这次我们在桌面上 按这个重新整理 按一次重新整理 这样呢 我们就算是这个 重新整理之后 就算是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执行这个 CD里面的软体效果.exe档 它会跑出一个小视窗 好 那我们点选看看 在软体效果是在这里 好 在CD里面有 我们就点选它 好 那点选它之后 它就执行 好 它就执行 就出现这个视窗 表示这个 在吸帽子下 有个 ASIO4AL.dll 再进行 创建成功了 已经连结成功了 好 按确定 好 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出现这一个视窗 才是对的 好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有问题 必须要重新安装了 好 那 再来呢 我们会看见 在吸帽子下 有个XOS的字幕 被创建出来了 然后桌面上 会出现两个新的图示 一个叫做 克索斯 吉将 Professor 另外一个叫PK3 控制面板 就像左下角这边一样 那我们现在桌面上 看看 就是这两个 克索斯基架 跟克索斯 控制面板 这两个 那我们先执行 基架 然后才执行 控制面板 我们要不要忘记了 一定要照这个次序 先基架 然后再控制面板 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点这个 克索斯基架 之后 出现option 这个画面 我们点选这个 ASIO Setup 点选ASIO 这个 AL4 V2 然后48 是sample rate 然后按着控制面板 的 convure panel 把这个板手 打叉叉 然后出现像这样的画面 我们要像这样子的选择 选择 有些有选 有些没有选 像out 不选 in 然后其他也都选 然后这个 ASIO 的buffer size 我们一般会选择256 然后右上角的sample rate samples 选1024 1024 in跟out 都一样 然后option里面 我们通通不打勾 通通不打勾 大家看一下 整个情形是要选 像这样子的情形 才是对的 最后呢 我们在板手这个地方 把这个叉叉打 这个打掉 然后按这个 reset ASIO 然后我们看到 是in boot 然后是opt 然后是active 然后按ok 整个情形是像这样子 才对的 像这样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实际的执行是 客所式机架 那我们就点选两次 好 那就跑线出来一个画面 我们选第二项 ASIO setup 在option里面 ASIO setup 我们点选第二项 这个 我们点进去 会看到像这样子 这是空白的 0input 0output 那我们不要理它 没关系 我们就选第一个device 我们选 ASIO4 ALV2 我们点选这个 那第二个sample rate 我们选四万八千 四万八千 不要忘记了 大家看一下 四万八千 然后选完之后呢 我们按这个comput panel 我们按这个控制面板进去 好 那进来之后 那我们看到 其实它是想这样子的 那重点 重点的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这个 点选 有一些有选 有一些没有选的部分 像这个 xos plate output 也就是说 放音的部分 我们是不选它的 xos record in 而且就是说 我们这个录音的部分 我们不选它 那xos pk3 我们全选 然后这个buffer 256 samples 右上角呢 我们选1024 刚刚已经讲过了 要选1024才对的 然后这个option 我们不要去选它 那全部都不打勾 然后整个情形呢 必须要选 像这样子的选择才是对 如果有打XX 或红色 或缺模个项目 或者选了不应该选 那就不对 要重新安装 重新的这个设定 那我们最后我们按这个 板手的XX红色把它按掉 那大家在最后再看 按掉之后 我们会出现像这样 我们把这个XX关定 然后我们看到 4input和4output 已经设定成功了 一定要4in4out 然后这个 我们按照 reset asset sio 然后 如果不是4in4out的话 那就不对了 那是6in6out 2in2out 那就不对 那要重新再设定 好 我们按OK 有时候设定失败 我们把USB线重新插拔 也可以设定 再重新设定 有时候它就抓到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 project 里面的re 最后 这边有唱歌效果1 唱歌效果2 还有喊蛮效果1 还有喊蛮效果2 这是我们要正式的打开 我们的各个效果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唱歌效果1 好 那这样我们看到 这些效果就被叫出来了 好 这些效果叫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点选它 这边有一个细部的选项 这表示我们成功了 已经把效果叫出来了 那这样就OK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做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我们这个PK3控制面板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效果被叫出的样子 好 那 我们要这个 执行我们这个PK3控制面板 那第一次我们执行它的时候呢 我们会要有一个上网的这个 注册的这个面板 我们要上网去注册它 注册完之后才能够只能使用 那我们就点选它 点选它之后呢 那我们 执行看看 它会像这样的情况 然后 我们要点选哪个部分呢 点选软体出厂设置 或者软体效果模式 好 就是要点选这个部分 那这样整个的这个 Windows7软体模式的设定呢 就算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呢 使用呢 一些方法呢 我们必须要再看另外的介绍的影片 也是怎么样去详细的使用 我们的机架的效果 那以上这些呢 效果呢 我们可以设定模式 我们可以上网去看看 好 那详细的使用办法 购买方式呢 还请大家参照 往以上说明 好 以上介绍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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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高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所有嘉宾 都不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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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